詞曲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那當然張雨昇的歌 也許大家沒有就是機會可能 因為大家還在聊天 那基本上他的歌 其實有兩句歌詞我很喜歡 我覺得也是其實值得任何一個人 特別是我覺得 今天我們有機會坐在這邊 我們可能談夢想 談自己的想法 談搭訓等等的喔 那這些其實 我們有機會這樣坐在這邊 聊這些的人 我覺得我們更需要 為什麼我們需要關注動物呢 因為張雨昇的歌裡面有兩句話 他一直反覆的在唱 他說天不是他們的 地不是他們的 他們還擁有什麼 樓宇不是他們的 道路不是他們的 只剩下動物的悲歌 大家回去想一下 不管是流浪動物 張雨昇為什麼寫那首歌 是因為他在高速公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女生喜歡開快車 也不知道大家都知道 因為可能到我這個年紀才知道 就是要年紀長一點的 張雨昇跟母 但是同一個時代的 那基本上他是因為他開車的時候 看到就是有那個高速公路上被 車子撞死的小狗 他回去開始去思考這些議題 就是他寫的那一首歌 那其實不只是流浪動物 那貓狗 基本上呢包含如果大家有稍微關注到流浪動物議題 動物議題 或者是你們有關注到一些社會議題 或者土地爭議的話 也許你們知道 像是台中的雪谷攬車 如果他一旦新建 他本來就有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一旦新建了台灣黑熟的棲地 也就是我們其實是強佔人家的家 我們今天講居住正義 但是有誰想過動物的居住正義 那這是雪谷攬車 在苗栗有殯葬業者 他們只是因為想要蓋豪華的墓園 於是台灣的石虎 有可能他的家就被拆了 那所以其實我才會說 如果今天人類我們有非常多的追求 我們追求夢想 我們追求更好的音樂 我們追求更棒的生活 但是我們所有的追求大家不要忘記 在這個地球上面其實有另外一群 他們叫做動物 他們活著只是想要生成下去 所以就是希望說大家其實可以繼續有 就是沒辦法上帝既然造了人 人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有追求 那我們還是繼續努力做我們的追求 但是就像我的T-shirt講的 如果說大家平常在生活裡面 可以對流浪動物 你們可以包容一點點 沒有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要去幫忙 做流浪動物議題的倡議 或者你都要去餵養 但是至少先包容他們的存在 不要覺得只是一隻流浪動物經過 你們就想要踏伐他們 或者是說很多動物的議題 如果大家平常在滑臉書 你的朋友如果剛好有一位這樣 喜歡動物 喜歡倡議動物議題的人 也許你們也可以 開始有多一點點的小關係呢 那這也是我自己其實是學行銷 行銷企劃的 我在2000年的時候 去英國修國際行銷學 然後基本上在2002年的時候回來 我工作了十多年之後 我覺得在商業的環境裡面 對我來說 Enough is enough 所以我就決定離開職場 離開職場之後呢 我想要說 我可以做一些我在戶的事情 於是我做了這個活動 那我們看一下 OK 那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就是買賣貓狗的問題 就是我們就用這一個 那個卡通圖來表達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倡議 毛小孩是家人 家人不買不賣 這個是一般過去 其他動保團體 其實可能比較 不好意思出來 跳出來講的 因為動保團體總是 但是他還是 Anyway 就是他也許他 有他要募款等等 他可能會覺得 反正商業歸商業 不要去碰觸商業那一塊 但是因為我是商業環境出身的 所以我覺得說 該說的就要講 那其實我們看 當貓狗 就是用一個表達就是 你去買罐頭 你去買蘿蔔 那如果他們可能很快的 要過期 然後你就on sale 可是貓狗可以on sale嗎 為什麼寵物店 他在賣貓狗的時候 他不會告訴你說 養一隻狗狗其實有多辛苦 養一隻狗狗他會生病 養一隻狗狗每天要帶他散步 你要願意彎下腰 來幫他撿大便 他不會跟你說 他會跟你說 狗狗好可愛 狗狗很好養 為什麼 因為他要賣給你嗎 所以基本上在德國 德國是有商業環境的 但是在德國寵物店 不可以賣寵物 不可以賣貓狗 因為他不是物品垃圾了 那所以難道當他賣不掉的時候 當垃圾嗎 賣不掉的時候 罐頭蘿蔔就回收扔掉 那一隻狗賣不掉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們經過寵物店 賣不掉的貓狗去了哪裡 那我們可以看他去了哪裡 他去了這裡 他就是這樣 這是實際的照片 那我們很快的帶過 我想大家不要讓大家 那個心情太過承受 然後 但是這個有點恐懼 好OK 所以實際上狀況就是這樣 那其實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在德國 一個很好的繁殖廠 其實通常繁殖業者 是真的很喜歡很喜歡貓狗 他想要每天每天跟貓狗為伍 在台灣 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法令 我們沒有很好的一個管理 所以呢 基本上買賣貓狗 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容易的生意 非常好賺 無本 他們甚至於跑去收容所 去找母狗回來 直接收養 直接領回來 領回來 好像還領養人很有愛心 帶回去當種犬 讓牠們生的又生 生的是又生 等到牠不能生的時候 一樣丟回收容所 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讓牠死亡 或者就是隨便丟起 這個就是現實 所以我們為什麼 一定要倡議 不要再買賣貓狗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 繁殖廠的狀況 那可以看前面這個 其實已經看不出來了 如果大家稍微了解狗的話 這是一個英國牧羊犬 非常非常可愛 如果放到那個 就是寵物店裡面 一定會非常非常覺得 看到好快樂 但是有想過牠 牠媽媽長這樣喔 牠媽媽的環境是這樣 所以拜託大家 如果有機會知道 新年的朋友要養狗的話 不要再買賣了 買賣背後就是這樣 好那所以我們呢 就是有點嚴肅 但是我們就發起一個活動呢 就是希望有機會 跟大家倡議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到哪裡都飄騎 譬如說只要我們那兩隻狗 然後人家看到很喜歡 會想要來拍照 或者是想要來跟我們搭訕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跟牠 拿旗子出來 譬如牠要拍我的狗的時候 我就說 沒有問題 很多時候人家這樣說 我可以跟你的狗拍照嗎 就說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個條件 人家就很害怕說 你到底要是要我付錢嗎 這樣子 不是麻煩你拿著旗子 那這個時候 他一定會看一下 這個旗子上面寫什麼 於是我們就很自然的 就可以交談起來 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從我們 就是今天我的夥伴也在現場 他是旗子的設計 從我們兩個人開始 我們就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這旗子推廣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跟我拿免費的 譬如說你是動保單位 你是動保人士 你來跟我用要的 甚至於你是寵物店家 你願意掛起一面旗子 支持這件事情 你來跟我要的 我送給你 旗子的成本我自己吸收 其他的人呢 如果你願意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你用成本跟我購買 那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從一面到了3600面 那所以就是有到高山也飄啊 這個是在那個綠島潛水也飄 都不是我認識的 路跑飄 露營飄 拜拜飄 到巴黎旅行的時候 在地鐵飄 然後這個是店家 有各式各樣的店家 也都參與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旗子 他會出現在很多奇妙的地方 不是像反合旗 一般還是出現在比較就是 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 可是我們的旗子呢 譬如說他會出現在一家麵店 他會再出現一家 這個是在台南的一家賣紙錢 就是金紙銀紙紙錢的青鋪 這很酷嗎 大家不覺得這很酷嗎 因為這樣的觀念 是要散播出去啊 而不是只是我們這樣子的人知道而已啊 這中藥店我也很喜歡 就是他就可以擴展到不同的生活區域就是了 然後呢 我們後來就是 反正就是不斷的 最近很紅的Hot Dogs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帶去攝影棚就會跟藝人飄青 那我們有很多藝人 蘇打綠啊 然後十二葉的導演啊等等的 很多藝人啊 名人也幫我們一起飄青 施政榮先生也幫我們飄過氣 然後呢 後來我們就是覺得 因為之前的活動是用民眾去影響身邊的人 所以後來我們又辦了一個活動叫 你挺動保我挺你 去年選舉的期間呢 我們就 呃 林佳龍先生有當選啊 那很可惜 陳以珍小姐 游錫坤先生沒有 但是最後的活動呢 總共有七位的 就是縣市首長當選人 他是在活動期間有正式 因為我們活動的邀約 跳出來發表動保證件的 然後有十 就是也有十幾二十位的議員 也是有一起唱就是表達支持 然後今年的四月四號 大家應該只知道四月四號是兒童節 但是如果大家有follow 譬如柯P假設是你們的偶像 你們應該在四月四號的晚上十一點半 就有看到柯P的發文說 今天是世界流浪動物日 請大家支持領養代替購買 毛小孩是家人 家人不要買賣喔 基本上就是我們去邀約的就是了 那感覺上我們好像做了蠻多事情 是真的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的 只是一個唯利串聯的動作 我們這個活動到現在沒有花到我太多的錢 然後大概唯一就是花我的時間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會 剛才提到嘛 因為做兩年多 所以我們想要下一步呢 我們成立了一個社會企業 叫做婷婷網絡 然後我們也做了一個卡通人物 叫婷婷應援團 然後大家回去呢 都可以去找那個我們的粉絲團 總共有三個粉絲團 毛小孩是家人 家人不買不賣 婷婷網絡跟婷婷應援團 然後如果說大家對就是 動物這個區塊 有意願在你自己做的事情上面 去注入一份力量的話 也很歡迎跟我聯絡這樣子 然後你去哪一個粉絲團發訊息 基本上反正都是 不是我就是我們的 我的夥伴就是了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大家覺得就是 因為現在現場比較少關注動物議題的 但是anyway就是我自己是學行銷的 剛才大家看到的整個活動 其實我們用很少的資源 也用很少的人力 嚴格說起來就是一個人 一個全職人力加一個兼職人力 那我們就做了所有的活動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來參加我們的講座 好 就這樣 謝謝 謝謝